想必就没有人是不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特别好的财运吧 毕竟有时候钱真的是能够去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赚钱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特别是赚很多的钱 生肖鼠鼠鼠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 因此2023年鼠鼠的人是吉星入命 且天得贵人星护身有力 生肖鼠属于天贵星 所以他排在12生肖的第一位 通常来讲生肖鼠鼠的人志愿很高 志向很好 而且利欲心很强 这个利当然也包括名 一般来讲 十几岁便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一些风貌 鼠鼠的人在2023年可谓是财运顺通 得到天得贵人的相助 旺盛贵人运势 致财富犹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势不可挡 因此 鼠鼠的人首先是正财可以得到 并且在偏财上状态可以走得比较顺利 2023年 不仅在自己的事业上可以大力发展 也可以尝试投资 会有比较理想的财富回报 这些老鼠出生时心灵灵活 智能聪明 智商高 他们在35岁之后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并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老鼠是幸运的 贵族们来到门口 凭借自己的才能 很快就能在短时间内收获丰厚的钱 钱就滚滚而来 日子越来越丰富 他们迅速发展 他们收钱的能力失控 可以成为该地区最富有的人 生肖牛 鼠牛之人在2023年 可以说是得帮得住 顺水行舟 2023年 鼠牛之人恰欲路河星入命 路河贵人入命帮身 工作和事业上红韵避开 并且定有贵人提拔相助 鼠牛之人为仇土 财运收获颇丰 而且是正财 偏财都顺利顺心 不仅在事业 工作只容易得财紧财 并且会有不错的横财 以及偏财来发 投资股票 基金 房产等 都会有不错的财向进涨 2023年 鼠牛的人是财源广进的一年 注意理财得到 生肖虎 鼠虎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年 犯上之不利 因为 十二生肖虎内心很坚强 不喜欢和别人合作做事 所以 中年以后 通常会有很好的机会 通常30岁以后 他的大运会来 前20岁 如果成绩很大 请注意 鼠虎的人还有很高的高峰要走 鼠虎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年 行运进入正财 对于事业上的白领异族而言 今年主要得财 来源于自己的事业表现与绩效 而对于从商生意之人 2023年 其实财运不忘 得利偏少 需注意转变经营方式方法 灵活变通 从中获利 另外 2023年在金钱上容易有被诈骗之项 切记不宜钱财外界 或者与他人合伙 生肖兔 进入2023年 属兔的人 凡事必定要谨慎应对 2023年农历正月初八这日 做好基伏之事 建议佩戴红马脑 皮修手链 化解不利因素 2023年财运得财不利 求财稍显辛苦 所以只一净手 不可强求 切记不要大意投资 股票 债券 基金等投机性项目 亦有亏损之下 但命中身旺 以水为财者 则2023年是 逆中有顺 有利可图 横财不错 并且会借助今年新的机遇 而收获不浅 但农历三月 11月定不能进行投资 生肖龙 鼠龙的人进入 2023年鬼卯年 鼠龙的人是有财运可走的 但财运起伏不定 时好时坏 并且有财来财往之相 财相不稳 得财 求财也比较辛苦 因此 今年一定要注意 规划和管理好自己的钱财 不是以外界 或是进行投机性项目的投资 那样容易钱财有失 但鼠龙可称为财销 鼠龙之人有旺盛的进取心 在事业上 大多是实干家 他们肯吃苦 勇往直前 不怕困难 做事专心致志 果断肯干 有聪明 有才能 有气度 在工作上 可处理好与同事领导的关系 一展宏图 且鼠龙之人大多善于理财 不会过于挥霍 鼠龙之人财运较好 生肖蛇 进入2023年鬼卯年 鼠蛇的人从过去不利中解脱出来 鼠蛇之人正是似火 处于授克制之中 鼠蛇的人 2023年恰欲正财型旺盛 因此 打工一族 以及从商生意者 财运是平稳之下 得财稳定 大财 偏财不可得 财运是中等偏弱 生意者在2023年 生意遇到挫折较多 进行在投资 扩大经营的时候 一定需深思熟虑 谨慎而行 其他从业者则需防因小人陷害 误导而导致破财 伤财之下 蛇非常幸运 虽然他们的朋友很少 但他们往往有高尚的人来帮助他们 那些善良的人将是幸运的 蛇人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工作令人满意 当你来到你手中时 你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财富是如此令人羡慕 他们天生就是为了赚钱 不要错过任何发财的机会 蛇在财富上有丰收 鼠钱要软 生肖马 鼠马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年 恰于天得贵 人心如命 因此总体运势较好 能得到贵人心的庇护和保佑 运势颇为理想顺利 2023年 因遇到极神如命护佑 财运上获利 主要是在正财方面 事业以及工作上得到身边朋友 同事以及客户的帮助 加上极神保佑 顺达亨通 因此 在财路财富指 收益是稳不提升 正财运旺盛 而偏财难得 要多花心思在工作事业上 投机性的项目应当慎重 生肖羊 鼠羊的人 2023年的运势会 出现上些挫折和阻碍 2023年 鼠羊的人 恰于天德 降临财功 财路比较广 但正财比较多 而且一整年都有稳定的财项 财路亨通 且遇到贵人在身边相助 可谓是天德福星 喜洋洋财财放光 一片大好 收获之下 不过 财旺之年 更应理财为上 凡是有规划的花销 切记不宜过度 生肖猴 鼠猴的人 在2023年运势会有很大的提升 良机多多 鼠猴的人 最容易在竞争中得财 对钱的渴望十足 且多能坚持 一旦发现 机遇总能及时反应 并抓住 赚钱自然也比别人更容易 只是又难免大手大脚 从不小气 故难以节约开支 若有一个内当家 能管住他 财库可封 因为鼠猴的人 遇到太阳星入命 原本的财星 受到较大力度的耗泄 而耗泄财星则财星失利 会出现的财不顺 容易花销过大的情况 因此 今年应该适当进行保守理财 不宜做大资金的投入与付出 会有破财之下 应当小心谨慎 生肖机 鼠机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年 运势有所回升 总体较为良好 2023年财运 事业 感情等较为顺畅 但并复兴进入 鼠机人的命中 注定奔波较多 2023年 鼠机的人命逢禄何 收益比去年大为提升 且更平稳 偏财运颇佳 从商做生意的朋友 可以尝试投资项目 开公司等投资 今年难免忙碌 但是洞中有财 必须勤劳俱财 否则即使财来却不拒 破号很快 生肖狗 属狗的人 在2023年 虽然受到太岁的克制 但财路上 只是偏财不忘而已 不适合走偏门 在投资方面要谨慎 不过正财得之不易 举步维艰 状态平平 即使收入稳定 没有大起大落之下 也得付出百倍艰辛 在投资或者签订合约协议的时候 要特别多多注意 生肖猪 属猪的人进入2023年鬼卯年 行运亨通 可以说是收获成功的流年 属猪可称为财销 属猪之人天生俱财 一生有着较不错的财运 民间有金猪俱财的说法 也是较为合理的 属猪之人看似漫无目的 性情散漫 实则做事 专心致志 凡事热心 对待自己想做的事 大多都会完成 且在工作上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故在工作上属猪之人 大多有着不错的前途 收入较高 这也是财运较好的重大因素 且属猪之人在生活中惊喜 较多容易发财 2023年代财而来 所以事业工作上得财比较大 并且顺利 并且 此水是流年代来 代表外力 这个外力则是有意外之财的意思 所以 2023年财运是正偏财都能发 其中尤其已属猪的人财运最甚 但身弱之人 恐财重累身 应是当作善事 化财轻身 也是为自身积福 也会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